艺术家何忠树塑造月世界中的日与夜 长期在十八罗汉山的户外写生 发现自然万物的瞬息万变 领略创作当中 结构自然成几何图形 艺术家何忠树的作品日与夜 将自己长时间在山上写生的感受 透过抽象的方式呈现 山林之间随着日出日落 串起了云雾的飘渺 瞬息万间变化万千的自然景色 将自己的感动记录下来 这次展出的都以山丸系列的 然后虽然形象是以山为主 可是我因为很多时间 跟一些画友从我退休之后 就在从六龟 然后十八罗汉山 还有美龙 旗山 甚至到机关山 这些山林里面长期的写生观察 然后我发现山的变化跟云雾的飘渺 这空气的流动 然后把大气的感觉 慢慢的融到自己的画面上 慢慢的从写生巨像 慢慢的抽离它本来的形象 山林之间在点线面拉出距离 营造出空气感 因为热爱东方的水墨画 将运笔动式融入画面 游走在巨像跟抽象之间 西方创作思维跟东方水墨运的位间 创造出越是街中的日与夜对土地的记忆 西方新闻贵文许建议 台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